我们那天是他生日的前一个晚上 我们就去了他家 因为我们有很多baby嘛 小孩嘛 我们就带去家里就比较方便 就很简单吃炖饭这样子咯 但是我们因为他不给我们送礼物 所以我们就想着 有一些朋友就负责买花 有一些就买蛋糕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到如果气球的话 他怎样可以就是特别一点 我就想到不如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样子 然后弄一个表情送给他 然后上面有写了一些对他讲的话这样子 所以就有印上那个气球送给他这样子 你跟Grace有很多东西了 姐姐觉得她近方怎么样 很好 我其实也蛮羡慕她 我觉得她圆环 就是完全不像怀孕这样子 然后她也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女孩 我相信她去工作的时候也会好好地照顾自己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相信所以应该也不合选择 他本知道怎么也不合选择